天气冷泡温泉是最棒的舒压选择了 而且可以让身心临冬放松 玉里安通温泉区越来越热门 其中露天泡汤区呢 小不了就是历史悠久的安通温泉 业者欢迎 大人可以带着孩子或长辈到安通来泡汤 超多不同主题也适合各个族群来泡汤 泡泡脚或是走到池子中间做SPA 旁边也有滑水道士和小朋友来玩耍 这里是玉里镇安通温泉区的安通温泉 天气变冷了 许多民众特别喜欢来泡汤 业者表示这里有不同主题 适合各种族群来泡汤 这是花莲的安通温泉饭店 那我们安通温泉区呢 是在民国19年的时候就有成了一个温泉区 那我们的水是透明 有一点硫磺味的硫酸盐氯化物泉 我们这里总共有一家饭店 然后六家的民宿 有各种的设施 各种不一样的方形 可以供所有的观众朋友 能够来这边旅游来这边玩 换上泳装走到户外 原本冷馊馊 但是已踏进温泉区的池子里面 所有烦恼跟冰冷 瞬间都被温泉给挖解掉 宣神灵马上得到释放 民众表示这里的温泉 非常适合更适合亲自来泡汤 民众表示这里的温泉 非常舒适更适合亲自来泡汤 来这边刚刚突破下去 有滑溜滑溜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这边的汤 应该是真的还蛮棒的 而且我觉得这也不错 前面就是干 那周围呢就还有一个 五建筑哦 除了泡滑汤 还可以去走一下 这里走一起最老式的 日本建筑的泡汤区 很棒 安通温泉有不少饭店提供汤屋服务 让想要好好享受 泡汤乐趣的游客们 能在汤屋里 自以放松 像是历史悠久的安通温泉 以及在安通西畔的郁温泉 还有十足日本风格的家河屋 以及有无边境温泉池的山湾水院 让游客可以选择自己 适合的汤匙 享受安通的爵士好汤 接着高松双郁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